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两款胶丝的这个左部位置都有一层薄薄的膜 其实这个副膜胶丝呢是指胶丝与药物接触面附有一层老固的膜层 常见的膜材呢有全氟乙锡并聚物也就是FEP 还有四氟乙锡工聚物也就是ETFE 以及耐科恩聚止膜也就是PET 膜膜特性呢使其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 不分解 不迁移 不游离 对所包装的药品呢无有害的物质 无论副膜胶子是在高温 硫化下 还是在药厂的洗涤灭菌条件下 对所包装药品都是安全的 在药品分装储存条件时啊 使用不会有影响药品质量的有害元素吸出 从而大大降低了与药品的一个相容性的一个风险 腐膜胶子呢通过在胶子表面增加其有组合性和化学堕性模型 屏蔽了胶子与药物的接触 可以有效的减少胶子与药物之间的一个各类反应 从而有效的降低呢或延缓相容性问题的发生和发展 提高药物的长期稳定性 我公司生产的腐膜乳化定基橡胶三 已在国家药审中心登记平台上登记公式 能够满足制药起列药品分装需求 也欢迎各位药企朋友共同交流 谢谢大家